咱们今天呢 说一桩发生在2018年的案子 2018年9月28号上午 湖北省京山市天保寨林场的护林员王师傅 跟平时一样进行森林巡查工作 他呢负责五宝岭地段 当巡查到这五宝岭地段附近的时候啊 什么味啊 怎么这么难闻呢 臭不拉几的 王师傅啊 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么着就停下了脚步 经过辨别 觉得这股味啊 应该是从山下传出来的 别是有什么东西搜了坏了的 这回头被发现有个什么死猪死羊的 那不得罚我钱呢 赶紧去收拾了吧 王师傅呢 就一边往山下走 一边顺着那气味搜寻 走了大概几十米 突然呢 就发现灌木丛里边 有一具尸体 王师傅也害怕呀 也顾不上看是男是女 马上就开始掉过头来往山上跑 往上跑了几步 气喘吁吁 拿出电话来赶紧报警 京山市公安局接到王师傅的报警之后 立刻派出刑侦技术人员 还有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往案发现场 经过勘查可不只是一具尸体 现场啊 有两具尸体 一具尸体是成年女尸全身赤裸裸的 俩手腕啊 背在背后 用铁丝给捆上了 小腿那儿也被铁丝给缠上了 嘴部被透明的胶带给贴住了 另一具女尸呢 岁数小 穿着白色的纱裙 纱裙呢 没有看到明显的破损 通过现场观察 以及对成年死者状态的一个分析 警方呢 就对这起案件的性质做出了判断 这不可能是自杀 更不可能是意外 一定是意起杀人案件 成年女尸 也就成年死者 年纪啊 差不多四十岁左右 头发呢 染成了黄色 法医根据尸体腐烂的状态 初步推断死亡时间 应该是一个月左右 已经高度腐败了 也因为高度腐败 所以死者的五官眉目 已经辨认不出来了 法医经过尸检 发现成年死者身体表面没有任何外伤 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对死者的死亡原因 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死者左手的无名纸上 民警啊 发现了一枚戒指 戒指那上边啊 是一个五星图案 不是五星 是五星 有五个爱心形状的图案 这心形图案里边呢 是有那种花瓣的装饰 通过这枚留在尸体上的戒指 警方认为可以暂时排除 亲财杀人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是屠材害命 那么戒指这么值钱的玩意儿 这又好拿 也好出手 他不可能不带走 再看捆绑尸体的铁丝 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最常见的那种普通铁丝 末端呢 有剪切的痕迹 从切口来判断 应该是用钳子之类的工具 剪切所形成的 这个痕迹 对于警方固定犯罪证据来说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根据痕迹 不仅可以确定作案工具 还能确定 到底是哪段铁丝上分离下来的 现场呢 没有发现表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没有发现可疑的痕迹 就血迹啊 手机啊 身份证啊 作案工具啊 这些以往命案之中 特别重要的物证都没有 分析完了成年死者之后 警方又对旁边另外一具尸体 开展了勘验工作 经过法医初步勘验 这名死者身上也没有任何外伤 穿着白色纱裙 纱裙里边没有任何的物品 这具尸体周围 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中心现场是在野外 死亡时间得一个月往上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光雨可就下了好几场 确实尸体周围的地面也有雨水冲刷的痕迹 哪怕当时这凶手留下足迹了啊 或者留下什么痕迹了 那让大雨一冲也都冲没了呀 民警呢就以现场为中心 四周扩散 展开细致的搜索 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痕迹或者物证 但是找了半天 一无所获 这天宝寨邻区啊 离市区很远 在山里边都是小路 树林子也很茂密 平时很少有人到这 警方结合现场勘察 以及周围搜索的情况对这案发现场 做出了进一步的判断 这很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是抛尸现场 通往山顶 只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土路 土路的东边呢 与京宋公路是相连接的 公路距离抛尸现场大概有十公里 土路一直往西走 是没有大路相连接的 根据这个情况 警方就重现了抛尸现场 对抛尸过程进行了一个还原 这凶手啊 应该是从东边 把两具尸体用交通工具运到了山顶 又从山顶 把两具尸体搬到了抛尸地点 因为东边有公路啊 除了汽车能走 那摩托车呀自行车啊 肯定也都能走 所以运输工具 要么是摩托车 要么是汽车 蹬着自行车运两具尸体 或者蹬着人力三轮车 这概率都不大 太累了 案件发生之后 京山市公安局迅速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 成立了928专案组 在案情分析会上 技术部门 法医部门都向专案组汇报了现场勘察的情况 之后呢 大家就结合这些情况 对案情展开了分析 犯罪人 或者说是嫌疑人 和受害人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联 民警呢 一致认为 嫌疑人和受害人 应该认识 存在着某种联系 要么是有矛盾 有纠纷 这是仇杀 要么 是有情感纠葛 这是情杀 现在仇杀 情杀的可能性 都不能排除 这时候啊 也有民警提出来 不能仅仅就依据 死者手上还有没戒指 就完全排除掉 屠材杀人的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 是为金钱杀人 等于说 现在这三大可能 哪个你也排除不了 再看现场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一个人 单独的把两具尸体 放到这儿来进行抛尸 这就证明 他对现场比较熟悉 要么 他生活的地点 在这附近 要么 就曾经在这周围工作过 或者说是生活过 专案组啊 就根据大伙的分析 制定了相应的侦查方案 警方呢 首先沿着通往 抛尸现场的京宋公路 一路查找监控 在距离市区 大概三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监控卡口 调取了这处卡口的监控视频 随后顺着这条路继续找 可再往下就没有其他的监控卡口了 因为那周围啊 他没有什么必要装这监控摄像头 除了茂密的树林子 也没有别的了 连村庄啊 住户啊 都没有 所以在这条路上 民警没找到任何监控 最近的一个监控卡口 距离抛尸现场 也得有20公里左右 京宋公路上 唯一就有这么一处监控卡口 那只有这儿的视频 有分析比对价值啊 那就看吧 一针一针的在那看 根据技术部门的推测 死者是在一个月前被杀害抛尸的 于是民警呢 重点查找一个月之前的监控视频 可这一找坏事了 因为监控录像啊 已经被覆盖了 这就等于说 现在破案手段里面 最重要的一条天网系统 监控视频完全用不上 那接下来又该从哪寻找突破口呢 这时候技术部门的鉴定有结果了 通过技术鉴定 能不能找到本案的突破口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因为啊 案发时间太长了 想着从这天网系统摄像头上找线索 那是不可能了 早都被覆盖了 这时候技术部门那边的 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被害人手上的戒指啊 材质是银的 法医呢 通过进一步尸检 也确定了两名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都是窒息性死亡 提取了两具尸体的DNA 最终判断两名死者是母女关系 可是把DNA信息放到数据库里面 进行比对 没有比重 警方就顺着这个思路 调查最近半年来 京山本地失踪人员的报案记录 经过查询 也没有母女二人同时失踪的报案记录 那赶紧的吧 向全国范围警方发出协查通报 发出之后啊 陆陆续续的收到全国各地的一些线索 接到了来自湖北襄阳 湖南淮化 甚至广州等地的电话线索 可是反映的失踪的情况 都跟本案的情况不相符 这些线索也就都被否定了 这时候啊 还有一组民警 正在马不停蹄的对案发地点周边地区 进行大范围的走访摸牌 这一组民警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之后 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天宝寨林厂 有个住户 叫李生 这李生呢 曾经在林厂当过护林员 对案发地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 后来就不在林厂上班了 据大家说呀 前一段时间李生离开家去了外地 去哪儿了没人知道 去向不明 他离婚之后呢 会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过夜 警方啊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认为这个李生 有着作案嫌疑 随后 马上对李生展开深入调查 首先找到他的邻居 邻居就说 哎呀 春节之后啊 他跟他儿子到武汉做生意去了 五一的时候 看见他回来了 最近俩月没见着他 是不是又走了呀 具体什么时候走的 也没留意 我也不清楚 但是经过警方 对李生进行深入调查 发现李生 确实在案发期间 没有回过京山 他没有作案时间 这案子等于说重回原点 重新陷入僵局 这时候 警方呢 又接到了一位群众的举报电话 他是在京山市当地某网站上 看见有个寻人启示 这寻人启示是前一段时间发的 有一位母亲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民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询问详细情况 原来在京山新市镇 有一对母女离家出走了 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信息显示 离家出走的这对母女 跟被害人的年龄 非常接近 离家出走的时间 和死者的被害时间 也很接近 那么这对母女 会不会是本案的被害人呢 民警 立刻记下了信息 发布人的电话和家庭住址 马上赶到新市镇 寻找发布寻人启示的当事人 了解情况 民警啊 在新市镇 某个村子 找到当事人了 询问了具体的情况 原来呢 这名女士 跟丈夫啊 发生了矛盾 吵了一架 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 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以后 这丈夫跟亲戚 找了好几天 也没找着 后来她的亲戚呢 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示 不过呀 等民警去的时候 已经看见这对母女了 因为这气也消了 又带着孩子回家了 合着那一段时间 是这个女士 带着孩子去朋友家散心去了 现在人家回到家之后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那得了吧 这个线索 可就又中断了 这案子呀 又重回原点了 警方 对案发地周边地区的 可疑人员 被害人身份 进行广泛的调查走访 同时又派出了一路民警 对案发现场提取到的一个重要物证 进行走访调查 哪个重要物证啊 没别的呀 就那枚戒指啊 那这枚银戒指 能不能让警方确定死者的身份呢 民警就戴着戒指 走访了京山的多家金银首饰店 工作人员看完之后都说 哎呦 这不是我们家卖的 我们家没卖过这款型的 民警是一家一家的走 最终来到了一家金店 接待民警的是金店的经理 他在仔细的看过戒指的照片之后 他说呀 虽然呢 这不是我们家卖的 但是我看这个戒指的样式啊 呃 我分析两句吧 我也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啊 银子呢 是属于手工制品 制作的时候啊 你看 这戒指的薄厚并不均匀 所以这不是大型厂家生产的金银制品 这应该是手工作坊做出来的 这个经理反映的情况 就为警方下一步侦查 提供了新的方向 因为一般这种金银首饰店 都是进的厂家的品牌的这种首饰 而这个银戒指很明显不是 民警立刻又对京山境内所有的金银首饰加工店 开展地毯式的走访调查 终于在一家手工作坊 警方找到了要找的人了 这老板一看 对 这戒指 是我做的 可时间有点长了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我就记得 来这加工戒指的是 一男一女俩人 女的呢 个子不高 大概五十岁上下吧 男的 哎呀 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时间长了 尽管这戒指是这老板做的 但这老板呢 实在记不住那俩人什么模样了 店主呢 也没有记录任何顾客的信息 因为也不是什么大的专卖店 连锁店 反正有人做我就给做呗 给了钱了 我留人信息干什么呀 虽然警方确定了这戒指是在这地儿加工的 但是除了这名女子的身高年龄与被害人接近之外 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那么受害人到底是谁呀 确定不了受害人身份 那就没办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呐 针对目前的情况 警方再次对案情展开了分析讨论 还得继续加大对抛尸周边现场的调查力度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对案发地周边各个村组开展了大量的人员摸牌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 民警啊又得到一条线索 有一个村民说 有个人叫聂成曾经在吴宝岭附近住过一段时间 一八年之后就搬走了 搬到哪啊 我也不清楚 他呢是一月份的时候 因为偷着罚林木 被林长处罚过 之后就离开了 得知这个情况 警方立刻对聂成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把名字网上这么一书 这聂成的个人信息可就全出来了 现年46岁 京山市永龙镇人 之前呢 因为盗窃被判过刑 2015年才刑满释放 他呢 在18年6月14号 无证驾驶发生了交通事故 把一个叫刘伟的人撞伤了 这刘伟呢 伤得还挺严重 就去住院了 而这聂成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就逃逸了 根据相关信息显示 这刘伟是京山本地人 在查询他的信息的时候啊 又发现永青镇辖区派出所 曾经到刘伟住的医院 处理过一起警情 起因就是和聂成撞伤刘伟之后 逃逸有关 刘伟在住院期间 这刘伟的女儿在医院呢 曾经跟一个姓张的妇女 发生了纠纷 这个警情当时派出所出过警啊 这聂成是警方怀疑的对象 为了弄清事情经过 民警马上去找刘伟的女儿了解情况 刘伟的女儿啊 叫刘芳 他说呢 自己的母亲去世的比较早 他的父亲最近一段时间呢 谈了个女朋友 准备在一起过日子 在刘伟被撞伤住进医院之前 他没见过父亲的这个女朋友 只知道名字叫张红 对于父亲找女朋友这事啊 其实刘芳呢 也不反对 毕竟有个人跟父亲作伴 这也挺好 18年6月14号 刘伟呢 被聂成骑着三轮摩托车撞伤了 住进了医院 聂成逃逸了 在医院里边 小方的父亲也就是刘伟 跟他说了一个情况 原来这聂成和张红之间 也有男女关系 这仨人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乱呼啊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刘伟啊 跟民警介绍了一个情况 撞伤他的那个聂成 跟他的女朋友张红之间 也有男女关系 所以啊 刘伟认识聂成 刘伟伤势比较严重 住院之后 这聂成也不承担医疗费 后来张红去医院 看望刘伟 小方呢 就跟张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并且扭打在了一起 在这期间 医院的工作人员报了警 刘伟当时就特别生气啊 就认为自己父亲受伤 就是因为张红和他的父亲 以及和那个聂成 三个人之间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双方呢 就发生了纠纷 小方说的这个情况 让民警就想到了 这张红和两个男人 都存在感情纠葛 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不是和本案有关呢 这张红有没有可能就是受害人呢 民警啊 随后又来到了医院 去找刘伟了解情况 刘伟还住着院呢 在医院里边 刘伟就跟民警 说了张红的情况 以及如何被撞伤住院 张红呢 也是京山人 44岁 原来啊 结果三回婚了已经 18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 刘伟在张红的出租屋留宿 因为那时候他就感觉跟张红是男女朋友嘛 结果聂成突然闯进来了 他们三个人就发生了争执 三个人吵了一晚上 到第二天 这聂成气呼呼的一个人就走了 当时张红呢 就是下定了决心 要跟刘伟好 所以啊 就特别凶狠的 让聂成滚 这件事发生之后 6月14号聂成 骑着三轮摩托车 故意把刘伟撞伤了 至今呢 也没露面 并且从刘芳和张红在医院发生争吵之后 张红再也没有来过 这时候民警就拿出来那枚银戒指的照片 让刘伟辨认 刘伟一看 对 这戒指 是我跟小红一起去加工的 至此 基本能确认被害人就是张红母女 张红和刘伟和聂成 都存在感情纠葛 那么 这两个人 是不是都有作案动机呢 随后 警方问了医务人员 这刘伟 受伤严重不严重啊 这医院的医生也说 说他呀 现在还不能下床行走呢 这么一来 那作案的 肯定不是刘伟呀 现在嫌疑最大的 就是聂成了 但是警方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为了进一步了解聂成和张红的详细情况 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赶往聂成的老家 一路赶往张红的老家 到了聂成老家之后 就向村干部了解他的情况 村干部就说呀 今年过年的时候啊 他呢 带了个四十多的女同志 回家过年 他跟亲戚朋友都介绍说 那是他女朋友 俩人打算结婚 他在家的时候呢 因为家庭琐事 跟亲戚啊 还发生了点矛盾 我还去他们家调解的 我去的时候 还见着这个女的了 这个女的到底是哪人 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清楚 但是啊 我见过他的面 身高啊 胖瘦啊 我都有印象 随后 这村干部 唐唐唐这么一说 跟死者的特征 基本是一致的 另一路民警呢 在张红的老家 找到了张红的外甥女 小邓 小邓啊 就跟民警说 我小姨 结过三回婚 跟第一任姨父 生了一个儿子 跟第二个姨父 可能也就结了一年吧 就又离了 第三个姨父呢 是云南人 叫什么绿春县呢 还是什么呀 他嫁到那儿去了 跟第三个姨父呢 生了一儿一女 后来我小姨 就把户口也牵过去了 到了2017年7月份 这张红回到老家来了 想在老家打工 还是外甥女小邓啊 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是在当地纺织厂 但是张红啊 去了那么一天半天的 就又说自己身体不好 就没再去上班 小邓说 他的小姨离开纺织厂之后 就在京山市里租了一间房子 有一回他小姨带着一男的 去他们家做客 因为太匆忙了 就吃了一顿晚饭就走了 到底小姨和那男的之间什么关系 小邓也不知道 之后啊 那男的呢 还在小邓那儿寄存过一次行李 随后民警就问小邓啊 那男的长什么模样啊 胖啊瘦啊 小邓一说 警方确认送行李的人 就是被撞伤正在住院的刘维 之后张红还去过一次 也是送行李的 据小邓回忆啊 张红这次回来 给小邓呢 留下两个存质 一个是五万的 一个是三万的 张红说 想在这买套房子 这就意味着 张红为了买房 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在手里了 这个情况 就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小邓说 最后跟小姨联系 是八月十五号 小姨给自己发了个消息 说准备回云南 去接小孩 把孩子接过来 到这边上学 可在那之后 小邓始终没等来 他的小姨 九月三号晚上 小姨的男朋友 给小邓打过一个电话 说是小姨 过来这边已经三天了 怎么手机打不通啊 是不是换号了呀 小邓说了 他要是换号了 那肯定得第一个通知我 反正我这儿没接着信 再者说了 他换号了 也得通知你呀 你就别担心了 这么着 就挂了电话了 小邓再给小姨打电话 电话呢 就一直是关机状态 根据小邓的叙述 警方就认为 张红啊 应该是九月一号左右 从云南回到京山之后 遇害了 这个时间和技术部门 确定的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基本上是一致的 警方就查询了 张红的乘车信息 发现他 18年8月25号 从京山乘坐火车到武汉 又乘坐火车到了云南 9月1号 从云南坐火车 回到了武汉 然后又坐车到了京山 那他回到京山之后 是不是有人去车站接他呢 警方立刻赶到火车站 调取火车站的监控视频 但很遗憾呢 视频信息啊 也都被覆盖了 至此 聂城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是始终没有有力证据 警方呢 也不想过早的惊动他 接下来就要围绕他 进行深入调查 找到他的犯罪证据 警方在进一步调查聂城时 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聂城九月份在京山购买了一处房产 他平时啊 也没什么经济来源 怎么突然有钱买房子了呢 这笔钱是他的吗 警方马上去银行 查询了聂城的银行账户 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 警方得知 聂城的银行卡 在九月上旬有频繁的现金存入的情况 有多比一万两万的金额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就转到了聂城的银行卡上 民警马上又让工作人员查询了张宏的银行账户 结果发现张宏的银行卡九月二号到九月八号 在不同的自动贵员机上累计取款将近十万元 而且每次取款的数额也是一万或者两万 民警让工作人员调取了全部ATM机的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 九月二号张宏本人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取了两万 取款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跟他一起去的 经过相片比对 这个人就是聂城 九月三号到九月八号的监控录像显示 张宏银行卡里边的钱 被一个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的男的分多次在ATM机上取走 每次取款 这男的都换不同的衣服 但穿的鞋是一样的 经过比对 这个人就是聂城 至此终于有了证据 警方决定对他实施抓捕 2018年10月2号晚上 警方在提前设置的伏击点 将准备逃跑的聂城成功抓获 面对警方审讯以及大量的证据 聂城承认了自己杀害张宏的犯罪行为 据他交代 18年9月2号晚上因为买房和感情纠葛的事 他跟张宏在他的出租屋里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怒之下把张宏母女就都杀害了 9月2号半夜用摩托车把母女的尸体拖到了天保寨林场一个隐蔽的地方 行凶之后聂城取走了张宏随身携带的财物 并且分多次取走了银行卡里边的存款 但是匆匆忙忙之中 那枚银戒指就留在了张宏的手指上 警方啊也根据聂城的交代 在聂城的住处找到了大量的相关物证 最终聂城应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那在泰国有个传说 说是杀死五个自己的血亲就能诅咒一个人魂飞魄散 对于这个传说 死而来自来的香港男人唐永强他相信了 他要报复自己的妻子 那二十出头的樊柳山 而代价是自己的三个亲生孩子 同时还有那是2002年12月4号的晚上七点 在元朗广场 这是本地最大的购物中心了 也是文文放学之后最爱来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抽亮晶晶印着彩画的闪卡 这文文最近喜欢上了偶像组合Tunes 想要抽到这个组合的最新闪卡 但他的运气显然不太好 连着抽了三天都始终没抽到 这文文看着自己专门换了转运衣服 叹了口气 念叨着 不是说穿红色衣服能转运吗 真骗人 那就这会儿 文文刚要回家 耳边突然传了一个稚嫩的声音 姐姐 你是不是想要抽Tunes的闪卡呀 这文文一听 回头一看 见到一个长相乖乖巧巧的小男孩 就笑着说 对呀弟弟 姐姐是想抽 可是总是抽不到啊 那结果这小男孩说了 说他们家有很多卡 你呀跟爸爸说 他一定会送给姐姐的 那说完 这小男孩朝不远处一指 文文抬头一看 一个相貌普通 戴着深度眼镜 有点驼背的中年男子 正朝着自己微笑呢 这男子看上去 人出无害的模样 接着 这男子走过来 很讨喜的说 小妹妹 你可以跟我叫唐老鸭叔叔 边说着 边做了鬼脸 同时 这男子还说了 说就在昨天 刚抽到两套最新的 推色赏卡 接着 这男子刻意拱起后背 把脖子向前伸长 直到眼睛 能跟文文的双眼直视 这一时之间 连人竟聊得十分投机啊 这男子发出邀请 跟他说 小妹妹 我家离这不远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啊 我把那卡送给你 要说这文文 是心里念着赏卡 不宜有她 跟着男子 还有那小孩 是说着笑着 登上了一辆计程车 那接着 这时间来到2002年的 12月4号 夜里十点多 那在元朗警署 当天晚上十点 元朗警方 接待了一个报警人 这人神情紧张慌乱 说自己11岁的女儿 文文失踪了 说是文文 七点的时候 跟家人打好招呼 去元朗广场 抽赏卡去 但十点了 依然没回到家里呢 那询问过 她的老师同学 没人知道 她的去向 那警方对此 是高度重视 案件被迅速 转交到重案组 因为少女失踪案件 会涉及到 绑架或拐卖 当事人有被侵害 或被转移 出岗的可能性啊 那经过调查 发现文文平时 跟家人关系 非常不错 没有离家出走的可能 那排除社会关系 也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 家人跟同学老师 于是警方迅速调取了 元朗广场的监控视频 就看这视频上显示 当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 这文文确实在广场 二楼抽卡呢 但是没过多久 就穿过天桥离开了 那附近其他监控探头不足啊 没有拍到她那更多身影 就这样 没找到更多线索 警方指的在元朗区 张贴学人起事 寻警也带着文文的照片 四处搜寻 但始终没有结果 那转组甚至还找了一位 与文文身形相仿的女孩 穿着同样的衣服 对文文当天的轨迹 进行重现拍摄 随后将视频在警讯节目上 是反复播出 希望在社会上 征寻线索 就这样 转眼间两周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呀 那是2002年的12月19号 依然是在元朗警署 这一天又有人来报案了 说十岁女孩小山失踪了 失踪时 也是穿着一身红色衣服 那小山就都与元朗佛教 荣音小学 平时六点左右就能放学回家 可这一天过了晚上九点了 这家人依然没看到她那身影 那转组马上把小山的失踪 和文文的失踪关联到一起 这俩人都是十来岁左右的孩子 黑长直发 长相漂亮 而且失踪时都穿着红色衣服 这俩小女孩 惊人一致的特征 非常符合变态连魂杀人犯 选择目标的习惯 那到这儿 转组深感问题严重 迅速调取了小山 经常活动地段的监控 结果说好也不好啊 那欣慰的是 在学校附近车站的监控画面当中 小山出现了 那上了39号线小霸 但糟糕的是 有个驼背男子 跟他并肩行走在一起 也上了车了 这监控只拍到他们的背影 所以说这男的到底是谁呢 当时这警方也请小山的家属来辨认 那家属却说他们不认识 要说39号线小八上 可没有监控 从如荫小学附近的凤祥路发车 途经教育路 马田路 田料村 以及白沙村等多个车站 就这一路 要经过好几个围村 就是由石墙包围的一种传统村落 其间还有大量岔口路段 而且大部分地段都没有监控摄像头 无从判断小山是从哪站下的车呀 那更加让人失望的是 这小八司机和乘客 没有一个人对小山 或是驼背男子有印象啊 那这俩人仿佛就是凭空出现 又凭空消失了一般 从监控画面分析 小山似乎是自愿 跟随脱背男子草的 全城丝毫没有脅迫的迹象 那专案组对此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难道小山认识这人吗 或者是被精神控制了 就这样 一连串的谜团 让调查组是陷入谜局了 而元朗的居民 也开始感受到了恐慌情绪了 你说吧 连续在闹市街头 失踪了两个小女孩 这让家者们不敢再让孩子单独外出了 那再加上两个小女孩失踪时 都穿着红色衣服 这恐怖的谣言是越传越邪乎 就说是有一个连魂杀人魔来到元朗了 发誓要杀够一百名红衣少女才肯罢手 那接着时间来到2002年12月20号 在白沙村 当所有港人沉浸在即将到来的 圣诞节气氛当中时 元朗警方再次接到一起报案 说是一名叫做樊翠莹的女子 万分交集 说她姐姐樊柳山不回家 还要离婚 姐夫唐永强 要在家里点燃煤气罐报复她 说是要拉着三个孩子一起死 来个同归于尽 警方一开始就以为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家庭纠纷案件 例行出警解决 可当几名警察赶到白沙村之后 这才发现这事儿啊 并没有这么简单 事发房屋有两层 所有窗户都已经被定满木盘了 那缝隙里边 飘出了淡淡的煤气味道 那如果说真要发生爆炸的话 不但人命关天呢 附近房屋也会遭到破损 后果不堪设想 那警方一边迅速求援 一边疏散周边群众 那大批增援警察跟消防员 很快到达现场 把屋子是团团围主 那一起赶来的 还有一名谈判专家 他与报案人详细了解的情况 他就发现 这事情并不复杂 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 煤气罐和解救孩子 那谈判专家 试图跟谭永强进行沟通 可那家伙呀 就像着了魔似的 疯狂来回 嘶吼这一句话 说什么 我老婆回来没 叫我老婆回来 这谈判专家心里明白 谭永强的极端行为 是为了报复出轨的老婆 如果现在把那老婆找回来 这谭永强很可能会直接引爆煤气罐 让妻子看见孩子死去的惨状 达到报酬的目的 那无奈之下 信长指挥一方面 让谭永强 同家稳住谭永强 另一方面是组织警力 准备强行突击 就在这时 屋内传来当当当的响声 那是金属碰撞的声音 不用问 一定是谭永强在敲打煤气罐 这爆炸随时会发生 千军一发之际 这警察撬开了门锁 连同几名消防人员 是冲进了屋里 而就在进屋的一瞬间 一声巨响传来了 没错 屋里爆炸了 所有人都被震倒了 全屋的玻璃窗 是应声而碎 这孩子们凄厉的哭嚎声 从二楼传了过来 原来这唐永强 竟然在二楼 点燃了打火机了 哎呦 一时间是火光冲天呢 这农屋当中 消防员是迅速扑灭明火 那几名警察赶紧 爬起身来冲向了楼上 那就见到三个孩子 被一条红绳 捆扎在煤气罐上 是哇哇大叫 那一名驼背男子 被炸倒在地 还好没习惯 灌体完好 只是释放的气体 被引爆了 而男子跟三个孩子 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不同程度烧伤了 那警察跟消防员 将他们送上救护车 并依照程序 开始在屋中调查取证 那一层毫无异状 有台电脑 和一些散落的明星 赏卡跟海报 那到了二楼发现 屋内全是碎玻璃 和掉落的各种物品 那一名消防员 小心翼翼的在屋内移动 并搜集证据 正要推开衣柜门进行检查时 那门突然自起开了 接着一团东西 从里边滚了出来 砸在地上 一声闷响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时这消防员被吓了一跳 吓一声往后一躲 等定睛仔细观察之后发现 这是一团由白布包着的东西 外边还捆着一根红绳子 跟唐永强捆孩子的绳子 是一模一样 那当时这消防员 想把东西抬起来 可刚一上手 就发现这布包里东西挺沉的 而且摸上去形状非常奇怪 不软不硬的 心说这什么呀 那想来想去啊 一股凉气从他后背 慢慢蹿了上来 他定了定神 开始小心翼翼的解开了绳子 结果就看到一条僵硬的手臂 先从白布的缝隙里穿出来了 接着是一个女孩 蜷缩着身体露了出来呀 这女孩穿着红色衣服 黑直长发是盖着脸 全身一动不动 撩开头发 这女孩闭着眼睛面色苍白 嘴唇呈紫黑色 见此这消防员大喊一声 快叫医护 这里有人需要帮忙 他迅速抬高女孩的头部 紧查脉搏跟呼吸 但为时一般 这女孩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了 那经辨认 这女孩就是前一天失踪的小山 死因是窒息 而死亡时间在24小时之内 那令人悲痛欲绝的是 这小山的下体被涂满了婴儿油 有严重撕裂出血的迹象 明显遭到过暴力性侵 那专案组马上想到半月之前 失踪的文文 心说他会不会也在这儿啊 并且遭到了同样的事情了 于是这警方加大了在唐永强家里搜寻的力度 很快 在放置小山尸体的衣柜里 发现了一件邪门的东西 这是一张照片 写着 樊柳山生计1980年8月1日这样的字样 并为五根钉子是死死钉在柜门内靠墙的一侧 那说樊柳山是谁啊 这樊柳山是叹永强的妻子 是他要报复的女子 在照片上钉钉子 他这意欲何为啊 警方没看明白 一时之间也没时间思考 立刻扩大搜寻范围 随后 这警察在不远处的一间石屋子里 发现了小山的书包跟运动鞋了 而在书包边上的几张闪卡 引起了大家警觉 因为文文就是在抽闪卡时失踪的呀 所以他不会也是被 到这儿谁都不敢深想啊 接着屋子附近一袋 被使用过的水泥被发现了 这水泥藏尸 是刑事案件当中的凶手 常用的作案手法 那作案组不敢大意 迅速调来一台光纤搜查器 利用光纤深入细微缝隙当中探查 同时用工具在现场敲打 寻找可疑的迹象 尤其是那些新用过水泥施工过的地方 最终一口被水泥封闭的沙井 成了主要侦查目标了 这井口上方被一块木板盖着 那还有一部废弃的冷气机 就压在上边 这底下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啊 那撬开吧 果然当警方把井口撬开一点之后 就发现一股恶臭直接扑面而来 那味道是湿臭味 那现场警察对这味道并不陌生啊 就像众多腐烂物品叠加的气味 还混着一种酸气 那独特而刺鼻 让人终身难忘 而更加令人心惊的是 这井中污水里边 半飘着个东西啊 没错 那是一具赤裸的尸体 被泡得肿胀起来 蜷缩在井底 那见此 所有人心中一沉 迅速开始打捞 可井身三米多 井口却很窄 尸体没法捞出来啊 那警方只好往井里注水 等水注满之后 这尸体扶到了井口 才抬得出来 因为被浸泡重咬 这尸体严重腐败 一直戴着手表的胳膊掉了下来 让人不忍直视啊 而也正是因为这块表 让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那就是半个月之前失踪的文文 那经过尸检证明 这女孩同样死于窒息 曾经遭遇过性侵 所以两起红衣女孩失踪案件的遗凶 到这儿是直指唐永强 那接着 在医院里清醒过来的唐永强 是毫不避讳 承认了自己 杀了两名女孩 并性侵了他们 但是他否认自己 是一个针对地灵女童的 变态杀人色魔 同时他还提供了另外一套 恐怖 而且匪夷所思的说法呀 他说他要用无鬼报仇术 来报复他那妻子 那警方问他 为什么要杀死女孩呢 那结果 唐永强只说了三个字 恋小鬼 又面对众案组的询问 唐永强的眼睛 闪出着病态 而且诡异的森寒 一系列超出常理的回答 让警方不得不仔细 翻阅唐永强的档案 他说唐永强 1964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 之后移居越南 因为战乱 全家曾经偷渡去了美国 但唯独没带上他 在他独自偷渡美国时 一位船只搁浅来到香港 随后进入难民营 那时1980年 他从难民营出来之后 一位没文化 又号出懒做 长期打零工为生 此后 他留下了八次犯罪案底 就包括恐吓勒索 吃霸王餐 游荡拒捕 违反拘留条例等等 一些犯罪前科 更因此入狱过一年时间 可以说此人是绝非善类啊 但就是这种 在普通人眼中 挣扎度日的社会底层人员 竟然收获了两个女子的封心 而这两个女子 那都是未成年人 话说唐永强 对柔弱心细的少女 有着执着迷恋 第一任妻子 在未成年人时 就是被他洗脑蛊惑 疯狂追求而结婚的 十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为他生了个儿子了 但唐永强并不满足 一直在寻找少女的 畸形婚恋路上 物色新的猎物 经常以看谍片 玩游戏等一些方式 带一些未成年女孩 来到自己家里 第一任妻子 好心让这些女孩回家 可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少女 樊柳山却赖下不早了 要说这个樊柳山 是个叛逆少女 不爱上学 却喜欢跟社会上的 一些闲闪人士瞎混 对此这父母想管也管不了 认识唐永强之后 他把唐家当成安乐窝了 唐永强也投其所好 两人很快发生了关系 要说三人同居的生活 听起来是无比荒诞可怕的 但事实真就这么发生了 就这种畸形的生活状态 直到唐永强妻子无法忍受 才宣告结束 那是1997年 刚满17岁的樊柳山怀孕了 唐永强未避风头 举家搬到白沙村 那樊柳山成年之后 正式嫁给了唐永强 随后生下一儿两女 那也正式见到了自己外孙 那樊柳山的父母 才承认了这门亲事 但要说唐永强 他那微薄的薪水 是无法满足五个人的开销的呀 于是就跟樊柳山 一起干起了运输了 生活刚开始还有些起色 但两人立刻沾上赌博了 生活立刻跌入谷底了 要是那樊柳山 本来就是个好意勿劳的主 为了挣钱省劲 还能玩 就去了望角一家KTV里 当了公关女郎 那在KTV里 这樊柳山结设了 形形色色的客户 这才凡然醒悟 说自己以前有多差呀 一直被唐永强当成 发泄变态欲望的工具呀 于是他开始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跟KTV老板打得火热 那此后这樊柳山 向唐永强提出离婚请求 发誓再不继续 从前的生活了 那一听这话 唐永强立刻就抓黄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再也控制不住 那个曾经言听计从的小女孩了 为此他不停对樊柳山 进行骚扰跟阻拦 甚至求助于社会福利署 要说这社会福利署 是香港一个为弱势群体 提供无偿福利救助服的 政府机构 有点类似于妇联残联 那福利署多次派人到唐家 进行劝解 因为闹得很大呀 连当时的署长林郑月娥 都差点上门调解下去 只可惜是打破玉龙非裁缝 顿开金锁走蛟龙啊 这樊柳山早就已经大彻大悟 而任你说破了天 也绝对不肯回头 那事与这死 虽然狗血 但是依然没触及法律 但接下来的事情 出现了变化了 在唐永强的操作之下 这事情开始朝着 离奇诡异的方向发展起来了 那到这儿 几乎疯狂的唐永强 做出了一个癫狂的决定 什么呢 就是你不让我好过的话 我就得把你毁灭掉 他曾经想到 自己曾经在泰国 学到过一种邪术 那叫无鬼复仇术 其实这邪术听起来 并不复杂 说的是 首先 这施术者 要将仇人的名字 跟生辰八字 写在他那照片上 然后用五颗钉子 定在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再杀死五名 跟施术者 有血缘关系的人 并将他们 用红绳捆扎起来 这样 就可以裂化出 五只小管 那驱逊他们的邪灵 是缠绕在仇人左右 使其永世不得安宁 到死 都要受到 无鬼的折磨呀 话说 谭永强的三个孩子 成了无鬼当中的 三个目标 然而 还有两个 需要跟自己 有血缘关系的人 该如何解决呢 想来想去 通过几天的闲逛 来寻找目标 接着盯上了元朗广场 穿着红色衣服的文文了 那为了使受害者 不起疑心 先让自己儿子 上前搭话上去 接着 用新版的 推色闪卡 相诱惑 骗文文上了几乘车 一起来到自己家中 到家之后 那唐永强 先是拿出几张 推色闪卡 让文文自己挑选 并且让孩子 陪文文玩 那自己 准时上了二楼 给妻子打电话 并且威胁他说 说如果现在 你不回来的话 我马上杀死文文 就这会儿 那樊柳山 对他那骚扰 早就戏以为常了 认为这又是一套 骗自己的说辞罢了 根本没放在心上 就这会儿 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丝毫没注意到 他上楼之后 再跟谁打电话 而没过多久 唐永强 脸色阴沉 直接下楼了 他是极力掩盖 失控的情绪 假装温和地 对文文说 小妹妹 我在楼上 又找了一些闪卡 你要不要过来 看一看呢 那听到这些 文文兴奋极了 毫不迟疑 跟着他就上了二楼了 那紧接着 门没关上 那和蔼可信的唐老鸭 变得面目全非 猙獰起来 那双三角眼当中 是流露出赤裸裸的兽语 他是恶狠狠盯着文文 那见此 这文文顿时被吓住了 心说这叔叔 想要干什么呀 那没等他喊出来呢 这唐永强 便一下子 把他扑倒在床上 用枕头死死捂住他那脸了 这文文是死命挣扎着 那杨高 怎么可能抵挡过 恶狼的质押呀 只削片刻时间 这文文就四肢贪软下来了 而接着 更加残忍的暴行 还在后边呢 那唐永强见文文死透了 便脱下他那衣服 拿出一瓶婴儿油 涂在文文的身体上 事后 唐永强刻意在女孩体内 留下自己体验 没错 楼上那花季少女被监尸 楼下三个孩子毫不知情 还在懵懂玩耍呢 那唐永强之所以会先杀后金 是他认为杀死文文之后再侵犯 能够减轻女孩的痛苦 而他侵犯的目的 就是在女孩体内留下体液 建立跟女孩所谓的血缘关系 恶行之后 他将文文的尸体 扔到不远处的沙井里边 第二天用水泥将沙井密封起来 而接着 第二个受害者 小珊出现了 唐永强依然是利用孩子 上前搭讪的机会 认识了小珊 只不过 他跟小珊认识的时间 更早 双方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因此当十九号这一天 唐永强约小珊去家里玩时 这女孩想都没多想 直接跟上他坐上小巴车了 那小珊压根想象不到 就这个面目和善 言谈温和的叔叔 是个人面兽心的人渣呀 因为名字当中有个山字 这唐永强将他当成 樊柳山的替身 那到了唐老鸭叔叔家里之后 这小珊跟那三个孩子 在楼下玩起了电脑 而楼上 再次传来一阵争吵声 那接着 唐老鸭叔叔下楼告诉小珊 说楼上装了一部新的电脑 请他上楼来试试机器 而刚到楼上 这唐老鸭叔叔 便胸香碧露了 就像对待上一个牺牲者 闻闻似的 这唐永强也是先用枕头 用力捂住了小珊的口鼻 然后退掉她那衣服 只不过小珊并没有第一时间被闷死 而是在被侵害过程当中又苏醒了过来 这女孩拼命反抗着 企图为自己找到一丝生还的机会 但是呢 她并没有因此逃离魔场 反而刺激了恶魔的兽型了 那见小珊醒过来 这唐老鸭一边继续进行侵害 一边用枕头死命压住了小珊的脸 这可怜的女孩啊 几次苏醒又几次昏迷 直到最后失去了生命 那作恶之后 唐永强在小珊体内也留下了体液 随后将小珊的衣服穿好 用白布丹裹上了尸体 并红绳扣了三道 塞到了衣柜当中 那放好尸体之后啊 这唐永强凝视了一块 衣柜里边盯着五根钉子的照片 露出了仇恨扭曲的邪笑啊 而他那复仇还没完呢 还在继续 就这一次 他要献祭出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话说那是第二天 唐永强将自己三个孩子 用红绳捆扎在煤气罐上 给妻子打电话 威胁他说 如果你不回来 马上就杀死三个孩子 到这儿啊 这樊柳山咋就腻味的这套说辞了 一番嘲讽之后 直接把手机关了 那唐永强指的打给樊柳山的妹妹 让他通知姐姐自己的计划 他妹妹叫樊翠莹 平时经常接到姐夫的诉苦 也一直对她抱有同情态度 只不过就这一次 他就觉得事情太大了 立刻打给了元朗警方 从而就发生了之前 咱们说的爆炸 以及两名女孩尸体 被发现的事件呢 话说那是2004年2月10号 香港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唐永强同他那律师 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脱嘴 在公诉当中 他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 狡辩说自己是被妻子背叛了 使得他那精神不太正常 那在情绪失控之下 才采取了极端报复行为 而他那目的就是所谓的 用无鬼复仇术 使妻子灰心转意 没有其他想法 甚至还说自己患有抑郁症 不记得杀人性气的经过了 而控方和辩方的精神科医生 则认为 即使他有抑郁症 也不会使他去杀人去 更加不能失忆 双方都认为 他用强的情况 在精神病学上难以评装 而跟他相识的村民 也都认为 他只是为人阴险 肯定没有什么精神疾病 那一周之后 在出庭自便时 承认了杀人性侵的行为 但依然毫无悔过之意 把罪责都推在了妻子身上 还推到了社会福利署 以及两名受害女童的身上 那是2月24号 陪审团最终裁定 汤永强谋杀女童文文 和小山的罪名成立 企图谋杀三名年幼子女 罪名成立 因为这香港没有所行 主审法官以两项谋杀罪 判处唐永强两次终身监禁 而那企图谋杀罪 则判处入狱八年时间 三项控罪的刑期同期执行 那受害者的家属 怕在法庭上情绪失控 所以并未出庭 对他们来说 只想唐永强以命抵命 毕竟鲜活的生命已逝去 可这恶魔依然活在人间 我说唐永强案件 跟那雨夜屠夫林过云案件 还有屯门色魔林国伟案件 以及跑马地指和藏尸 欧阳炳强案件等等 并称为香港十大奇案 之后几年时间里 很多有女儿的家长 不再敢让孩子独自上街 上下学 也必须有成年人全程陪护 推丝组合 出席了曾经是自己歌迷的文文的葬礼 就这件事在他们心中 也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因为此案的典型性 很多影视剧 是借鉴了其中的元素了 比方说 03年上映的电影 叫《魔鬼屠夫》 还有2010年上映的 无线电视剧集《刑警》 《一子诚狂》单元 还有那16年出版的 单元故事小说 《变态杀人狂》当中的 血浓于水单元等等 那么这事情的真相 真如唐永强所说的那般 一切行为的目的 是要进行无鬼复仇术吗 其实这事情 当然没这么简单 那无数的谎言 也不能掩盖邪恶的真相 首先来说 这唐永强是一个 标准的恋童辟者 这才是他所有怪异行为的真相 他所谓的 修炼什么泰国邪术 是妥妥的谎言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过 出入境泰国的记录 像什么照片钉钉子 取什么五个至亲至人的 魂魄恋鬼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这些说法 是为自己进行变态 癖好犯罪 所设计出的一套话术 那所谓恋童癖 是以未成年人为对象 获得性满足的一种 病理性性偏好 从唐永强的两人妻子 和受害人的情况推断 他对十岁左右的女孩 有着偏执的兴趣 在他家中 一直有电脑 VCD 木马 滑梯等一些娱乐设施 更有大量明星 赏卡 海报等一些 少年儿童特别喜欢 并且非常关注的东西 以此常年吸引一些 低龄女孩到家中玩乐 甚至还收容她们 在家中常住 他那第二任妻子 樊柳山 当年正是这样 在唐家游戏留宿 最终还成了他那妻子 没错 唐永强 就跟那故事里老妇似的 建造了一个香甜可口的糖果物 引诱着不知情的少女 把她们推向深渊 那有医生 在跟唐永强三岁女儿对话时 曾经听他这么说过 说爸爸在姐姐屁股上抹油 要说孩子所说的姐姐 并不是两名受害者呀 那唐永强前妻也曾经作证 说唐永强多次诱骗十岁左右的女孩 到家中抑郁不轨 这就意味着 很可能还有其他女孩 遭受过他那性侵 要说唐永强的驼背 并不是一种病理上的反应 而是他常年低头弯腰 去看女孩而形成的可怕习惯 这两名被害女童文文跟小山 就是他有意识进行挑选的 你说为什么 他会形成如此变态的癖好呢 关于形成恋童癖的原因 有很多 外乎心理因素 社会因素 家庭因素 以及性格缺陷等等因素 分析过唐永强的经历之后 可以说与这些因素完美契合起来了 首先是心理因素 在精神分析学当中 成年人的行为总是可以追溯到 他的童年时的遭遇 唐永强可以说是一个高开低走的 糟糕童年 他先是家道殷实 随后家道中落 移民战争偷渡被抛弃 每一样都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了 那在前一世里 留恋自己最初最美好的孩童时期 他将自己的人格 封闭在一个以自己为主宰的 由儿童构成的世界当中 他在家中所摆设的娱乐设施 既是他设计出的一道陷阱 那也是他留恋美好童年的一种现实映设 这是心理因素 那再有就是家庭因素 唐永强的家庭在常年的动荡当中 没有给过他良好的教育和家的温暖 甚至在偷渡途中还曾经抛弃过他 这就让他对成人世界开始不相信 没有安全感 内心渴求一个安稳的家庭 害怕被抛弃被背叛 因此他面对妻子离开时 表现出了极度的疯狂 开始歇斯底里 那这是家庭因素 再有是性格缺陷 那唐永强在入狱之后 玉儿曾经形容过他胆小懦弱 玉顺不敢承担 而是选择向管教汇报 因此在狱中也常常引起他人反感 就这样的人格 也使他渴望回到童年 甚至以儿童为恋人 这表现在选择妻子的时候 都是未成年人 面对这些女性能让他产生信心 控制这些女性 让他有安全感 甚至有成就感 那还有是社会因素 唐永强人生大部分时间 都没能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 社会使他各处碰壁 工作不顺利 生意失败 债台勾注 让他对成人的关系 产生了恐惧跟疲惫 而跟低龄的女性相处 则不会让他有这种感觉 就这种简单 幼稚的关系 让他轻松 并且游刃有余 但是这唐永强 以前所做的事 只是诱骗未成年人 又是什么动机 促使他开始杀人了呢 没错 妻子樊柳山 他那离开 是他杀人的引爆点了 在这一刻 他发现自己 再也不能有效控制 曾经百般依顺的妻子了 这妻子的不信任跟反抗 使他恐惧不安 失去自信心 而樊柳山 使他心中 所有低龄女性的化身 失去对樊柳山的控制 就等同于失去了 对所有低龄女性的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 加剧了他心理上的变态 进而产生出极端暴力行为 那唐永强之所以 先杀害两名女童 再进行辛亥 是因为他感觉到 已经无力控制 一个活生生女童 那唐永强 只得先将他们杀死 使他们无从反抗 然后再发现 自己变态的欲望 最后 还像那些 喜欢为自己错误 找借口的孩子一样 编造一套 什么无鬼复仇的谎言 而以同归于尽的手法 胁迫妻子的就范 使他心里崩溃最后一搏 他已经不对 这个不能控制的世界 抱有任何希望了呀 要说本案间 留下最大的思考 就在于 对青少年儿童的保护问题 这孩子 看似是家庭中 重要一员 实际上 很多人对他们的安全 是忽视状态的 设想一下 如果文文 跟小山的父母 能够在他们出行时 陪伴左右 那么这起案件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呢 那如果这俩孩子 对陌生人抱有足够警惕 那是不是就能够 幸免遇难呢 那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 就是在阳光之下 这危险离我们很遥远 但阳光下必定有阴影啊 安全那只是个相对的概念 要说罪犯从来没停止过侵害 危险也无处不在 根据我国2021年 性侵儿童案例统计 以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 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 性侵儿童18岁以下的案例 共223起 受害人数达到569人之多 平均每天都有1.5个孩子被性侵 最小的受害者年龄几位两岁一样 其实保护他们的办法并不复杂 首先家长确实要担起 孩子的第一道保护平常 跟孩子及时沟通 了解他们的社会圈子 出行要报备尽量陪伴 尤其是一些有隐患的地段 其次家长跟学校要反复进行安全教育 甚至一些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就比方说 在没有家长在场的情况之下 不要跟任何陌生成年人说话 包括对方在跟你求助 因为不止一次发生过侵害者 利用求助的方式 骗取受害者的案件 再有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触碰自己的身体 甭管对方是陌生人或是熟人 还有不随意进入别人的房间 或者是密闭场所等等这些 没错 以这种绝对的 甚至不讲道理的方式来杜绝伤害 因为任何一次闪失 对于受害者和他的家庭 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要说香港这地方 伴随案件的各种都市传说 总是层出不穷的 他永强入狱之后 他那房屋就荒气了 不时有人起来拜祭 甚至探险 屋子内外就经常能看到 乡竹植马 甚至各种俘虏 有人在此听到过怪动静 甚至看到奇怪的光影 但也有人借此恶作剧 干一些无聊的事情 其实这都是对死者的一种 不尊敬和伤害 唐永强的屋子 后来被免费租给一名僧人 据说僧人在屋中是整日念经 而唐永强的狱友说 唐永强经常跟他说起 在监狱当中看到两个小鬼 向他索命 要说这期节目说到这儿 还是如梗在喉 因为香港没有死刑 这太永强留下一条性命 在狱中苟延残喘 毫无回忆 什么叫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就用法学教授罗强老师 曾经说过一段话说 说多年之前 我曾经主张死刑废止论 但后来我放弃了这种观点 对于那些欺人被杀害的被害者 我们有什么权利 要求他们宽恕犯罪者呢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被害人 他们已经沉睡于土地了 我们又有什么资格 代替他们来宽恕犯罪者呢 到这儿这些案件也就讲完了 都送了你 提供联系我 我宽恨人 你